感谢主,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弹音礼书 我们先从第七章开始 第七章,我们看到前面六章 就是发生一些历史上的事实、事件 第一章是讲到弹音礼跟他的三个朋友拒绝吃王的膳食 第二章讲到王梦到一个去的像 第三章讲到三个朋友拒绝拜金像 第四章讲到尼布加尼莎王,就封了七年 第五章讲到伯莎莎 他看到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 第六章讲到戴尼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蓝色的跟红色的 红色的讲到他们这几个年轻人 在主面前的奉献跟摆上 蓝色的是讲到神给他们的一些启示、异象 祂会解梦、解异象 第七章一开始,说 巴比伦王勃撒撒元年,但依里在床上做梦 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着梦,述说其中的大义 勃撒撒元年 所以这个是第七章,梦到了四个兽 所以绿色的,从第七章开始,一直到末了 第十二章,都讲到预言 但依里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 头一个上狮子,有鹰的翅膀 我正观看的时候,瘦的翅膀被拔去 瘦从地上得利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 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 旁跨而坐,口齿内闲着三根肋骨 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 第三个,我此后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至可怕 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这兽和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脚 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 先前的脚中,有三个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 三个脚被拔起来 然后这脚,有一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有个小的脚,会说夸大的话 接着我观看,见由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长寨者 这个亘古长寨者,英文是叫做Ancient of Days Ancient of Days,就是亘古长寸的,可敬畏的一位 这个就是天父神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 所以头发也是白的 宝座乃火焰,麒轮乃烈火 所以他做的这个宝座是像火一样 而且这个宝座上面有轮子 所以这个宝座是一个可以行动的一个宝座 这个本身,这个宝座本身还有轮子都是烈火 他头发像白的羊毛一样 这跟启示录里面,第一章 这个复活基督的意象一样 那时候那个基督也是,头发像是羊毛一样的白 然后呢,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示例的有万万 他作者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所以你看这个图上面,许多案卷展开,要行审判 然后前面有火,向河发出来 然后呢,那时我观看见那寿鹰小脚说,夸大花的声音被杀 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寿,权柄都被夺去 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所以这个寿,第四个寿的小脚 因为说夸大花,神音就被杀了 所以后来被丢在火中焚烧 其余的寿,就是其余那三个寿,他们全命被夺去 可是,生命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然后呢,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仁慈的,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备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所以有一个像仁慈就基督了,驾着天云而来 这个人子什么时候驾着天云升天,得着权柄、荣耀跟国度呢? 主耶稣升天,其实有三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他就升上天去见父 所以他见了父之后再下来,那时候门徒才可以去摸他 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 他在门徒的面前,就驾着云升天了 所以有人认为说,但一礼书第7章13节这里 看到有一个仁慈,驾着天云而来 就是在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 他在门徒的面前,驾着云升天 然后从天上那边看,就看到他驾着天云 就到了父的面前,有人认为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看那个前后文 这里我们知道说,主耶稣除灭敌基督之后 他还会率着宋天军,返回天上 所以他不是一直在地上,他还会返回天上的 在第7章的13节,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 如果对照前后文看的话 前面是讲到,敌基督被丢在火里面,焚烧 这时候再看到人死,来到父的面前 所以这里说,升上天,应该是指第三个 就是基督除灭敌基督之后,率着重天军返回天上 然后,至于我戴伊利,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 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 不过,就近一位势利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 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 这四个大寿,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所以,只要讲到后来的四个王,四个国度 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跟单一礼书第2章里面,讲到一个具象 最后有个被人手所造的石头,会把它们砸碎 然后成为一座山,充满天下,是一样的 最后,神的圣名,会要得国享受 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寿的真情 他为何与那三寿的真情,大不相同? 甚至可怕,由铁牙、铜爪、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头有死脚和那另掌的一脚 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 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 我观看见这脚,与圣名征战,圣了他们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申冤 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这个是,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 敌基督最先跟圣名征战的时候 的确,敌基督都有打圣 所以,有许多人会殉道 但到最后,神的百姓还是得圣 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施力者这样说 第四寿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脚碎 至于那死脚,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亡 后来又兴起一亡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亡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 必想改变节旗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 一载二载半载 从这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什么? 一年,加上二年,加上半年,就是三年半 所以圣名为交代他的手中三年半 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小的脚,就是指责敌基督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这个小脚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 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耐以理,心中甚至金黄 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是纯济在心 所以,这四个兽,他说是将来要兴起的四个王 我们跟第二章里面的,巴比伦王所梦见的巨像,做一个对照 我们就可以跟那巨像的四个部分,做一个对照 狮子对照金头,熊对照英雄,豹对照童腹 第四个兽,就对照铁腿 所以,狮子就是讲到巴比伦,熊讲到波斯 豹就讲到希腊,第四个兽就讲到罗马 有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 第一个兽是指巴比伦,为什么呢? 巴比伦,我们看到亚述巴比伦的城门上面 常常都是以有刺的牛或者狮子为装饰,作为辟邪的象征 所以这是一个有刺的狮子,是很容易 我们知道,这是指巴比伦 兽的翅膀被拔去,就象征尼布贾尼撒就疯狂了 他的权力被剥夺 后来用两脚站立,又得了人心 就可以象征尼布贾尼撒,他的心智就恢复了 而且还变为谦卑 熊呢?熊是指波斯,为什么呢? 因为波斯人常常靠人海战术以蛮力取胜 跟熊一样,熊也是靠着他的蛮力 波斯王亚哈水鲁,他远征希腊的时候 就动员了250万的大军,所以是靠人海战术 庞跨而坐,庞跨而坐的英文说 It was raised up on one of its sides 就是说,他的身体在起来的时候,是由他的半边掀起来的 他的身体是靠着他的一半掀起来,然后另外一半再起来 所以这个是叫做庞跨而坐 波斯呢? 波斯马代帝国,因为波斯他比马代还要更强 所以波斯马代帝国,是靠着波斯而崛起的 所以身体的一半是波斯,一半是马代 只有波斯先崛起,所以马代是跟人们逮起来的 这个就是熊的特性 他有口底,闲着三根肋骨 你看,波斯跟马代在东边 他所征服的三个大国,分别是巴比伦、律迪亚跟埃及 所以这三个国家,可以说是他口中的三根肋骨 第三个是希腊,这头豹 豹跟四个翅膀 就讲到亚利三大,他行军神术 他只花了十年 就是主前334年到324年的十年当中 他就征服了天下 就从希腊一直到印度 四个头,就是讲到亚利三大死了之后 帝国被四个将领瓜分 分成马其顿、小亚西亚、叙利亚跟埃及 第四个时候是讲到罗马 第四个时候,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大不相同 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搅碎 至于那十脚,就是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十王 所以这十个脚是什么? 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 跟前面那个巨像里面,十个脚趾头是一样的 接着他看到有个小脚 他说后来又兴起一个王 与先前的不同,他会赐福三个王 然后会说夸大的话 然后会折磨至高的圣民多久 一载二载半载 所以说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 这就是敌基督了 我们看到末后七年大灾难 当一开始,这七年的一开始 敌基督会先定立盟约 然后前三年半过去之后,敌基督就会变脸 这个时候进入后三年半 后三年半就是一载、二载、半载 就是一加二加0.5 这就是3.5年,三年半 这时候他会设立偶像,在圣殿里面 然后他自称是神,践踏圣城 然后改变节旗跟律法,然后逼迫圣民 他同时也要强迫大家盖666的印记 之后基督就公开降临 那时候敌基督会被丢下硫磺火壶 然后之后就进到千年国度 这千年国度就是那个石头变为大山 圣民这时候会得国,万物会复兴 撒但会被捆绑一千年 这就是千年国度 以上,我们是把但一礼书第四章的四个兽 对照第二章的具象,所得到的结论 这也是一般公认的看法 可是,这个四个兽 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今天的一些国家 狮子,可以说是从18世纪以来的英国、美国 熊是20世纪以后的俄国 豹是21世纪以后的中国 然后怪兽是讲到末世的欧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根据但一礼书7章11到12节 他说,那时候我观看 那时候因小脚所夸大化的声音被杀 身体损坏,被扔在火中焚烧 其余的时候,全品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 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这个小脚被丢在火里焚烧 就是狄基督 狄基督会被丢在火中焚烧 这在启示录19章20节说 那受被擒拿,那在寿面前曾行其事 迷惑受印记的和拜受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受同辈起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所以这边讲到说,小脚会被扔在火中焚烧 就是讲到说,主耶稣再来之后 狄基督跟假先知,会被丢在硫磺火壶里 这个时候,其他的三个手,生命人存留 这三个手,这手还存在,只是权柄被夺 可见这三个手,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就不是指那已经消失在历史上的 巴比伦、波斯、马太,还有希腊帝国 因为这三个帝国,都已经不存在了 这三个手,在这个地方 就应该是指今天的几个国家 今天几个国家 第一个,这个狮子 狮子,我们说应该对照今天的世界 狮子应该是指英国 那翅膀就是美国 因为狮子是英格兰的象征 英是美国的象征 所以在18、19世纪的时候 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 后来美国就脱离了英国而独立 就是翅膀被拔去 所以,狮子的翅膀被拔去了 可是,这两个国家多次发生属灵的大复兴 就是说,这一只狮子 虽然这个翅膀被拔去了 可是,它就得了人心 所以,在英国就发生了一些属灵的大复兴 像英国的巡礼会复兴,威尔斯大复兴 美国也发生两次的大觉醒 还有阿苏撒戒大复兴等等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在美国常常会发生复兴 所以,他们又拆派了无数的宣教士 到世界各地宣教 所以,这个是鹰的翅膀,还有狮子 这是第一头兽的一些特征 第二头兽,是讲到俄国 因为熊,通常被用来代表俄国 俄国,它是旁跨而坐 这头兽,它旁跨而坐 就是它兴起于欧洲 它版图是横跨亚洲 所以,它身体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 但是,它欧洲那部分比较强 所以,是旁跨而坐 苏联曾经并吞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 就是埃撒尼亚、拉脱威亚跟立陶宛 这三个在西方并排而列 就好像是熊口里的三根肋骨 所以,苏联像是一头翅 熊,嘴巴里面就三根肋骨 就是那三个小国家 苏联也赤化许多国家,成为它的附庸 所以,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它起来吞吃多肉 所以,这个是熊的特色 第三个是暴 我们看这个世界,既因美俄之后 下一个兴起的世界强权 那就是中国了,非中国莫属 中国是从21世纪开始,经济就惊人的突飞猛进 严格说是从20世纪末开始 但21世纪是更加明显 它就像一头敏捷的豹 又加上四个翅膀一样 就一飞冲天 你看这个数据 看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生产,基础建设 这是非常惊人 比起别的国家来说 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发展 所以,它这个豹有四个翅膀 它还有四个头 中国经济的突破 是从邓小平开始了 然后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到目前为止 是总共历经了世界的领导人 所以就是四个头 那你会说,不是,将来还有第五个头 这个这样解读就不对了 我们看,我们就观察 如果说是到第四个头而已 就表示说下一个是什么 接着就是基督要再来了 所以,也许中国最后一任的领导人是习近平 之后就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不知道,我们看一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四个头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跟习近平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末世了 我们期望主耶稣快再来 看样子应该是很近了 接着就看到第四个兽 第四个兽显然就是末世狄基督的国 这个十个角度是末世的十国联盟 第四个兽跟其他三个兽会同时存在 所以,它就不可能是英国、美国、俄国或中国这四个国 狄基督不会从这四个国出来的 一定会从第四个兽出来的 第四个兽是什么?就是欧盟 所以,狄基督他不会是美国或者俄国或者中国的领导人 因为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知道 他不会是从前面那三个兽出来 一定是从第四个兽 所以会出于欧盟 这个狄基督,他本来也不在欧盟的十个角之内 就是欧盟的创始的那些成员国 他不在那里面,他是后来加入的 而且他起初的势力很微小,是一个小角 后来他会征服三个国家,国力增强之后 于是就骄傲、狂妄 我们就来观察,看后续的发展如何 我有一篇讲到敌基督与乌克兰 我在猜想,这个狄基督可能是子伦斯基 我们现在就继续观察,因为这事情还没有落幕 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看看这个国家会不会加入欧盟 如果会加入欧盟的话,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迹象 更加强,子伦斯基是狄基督的这种可能 我们就继续观察,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聚的像 聚像有,代表这四个帝国 然后第七章里面,有这四个兽 这四个兽,也可以代表这四个帝国 只不过这两者不太一样 第二章讲的比较简单,像是一个平面的 但第七章,就讲的比较详细的 就好像是讲的比较具体 是一个三度空间的 所以,第七章的前三兽 就等于给第二章巨像的头、胸跟腹 加上一些细节 使这个预言,从平面变成立体 第四个兽,则是略过罗马帝国的腿 它是着重描述末视狄基督的国跟十国联盟 就是它着重在搅 这四个兽,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解读 就第七章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指今天的几个国家 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 转一个九十度来看 这里却是指着另外四个国家 但是这两种解释哪一个是对呢? 其实两个可以同时成立 因为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看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它是巴比伦、波斯玛代、希腊跟罗马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却是现代的四个国家 这两个不同的角度看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也可以说是预言的近期应验和远期应验 所以这是预言的奇妙的地方 你从两个角度看,都有道理 但从两个角度看,都会导出一些结果 那这些结果也是正在发生当中 第七章是我们对这个敌基督 会有更清楚的看见 所以如果没有第七章的话 我们对敌基督不会有那些结论 就是说,敌基督一定是出于欧盟 然后另外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可能是敌基督 还有第七章里面 也讲到敌基督,他身上更多的特征 接着看第八章 第八章,就是伯少少王在位的第三年 有异象献于我,但以理 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 所以第八章是在伯少少王第三年 是两头羊的异象 我见了异象的时候 我以为在以兰省苏山城中 我见了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 这个以兰省的苏山城 苏山城在这个地方 这个苏山城是波斯王的冬季行宫的所在 然后乌来河,旁边有一条河,叫做乌来河 所以,丹一林的时候在苏山这个地方 或者在河边,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 什么异象呢?两头羊 第一头羊,他说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棉羊,站在河边 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 所以公棉羊是指着什么?马代波斯 两个脚都高,两个国家都很强盛 这脚高于那脚,这脚就是波斯,高过马代 就是波斯比马代要更强 这两个国家,也就在乌来河的旁边 波斯跟马代,就在乌来河 所以在乌来河那边,他就看到这头双脚的公棉羊 然后,我见到公棉羊向西向北,向南抵触 后来,波斯马代就先向西亚,就征服了巴比伦 后来又征服了黎迪亚 然后向北,高加索山,这边去征服那个地方 然后往南是征服的埃及 所以他说,塑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守的 但他任意而行,至高至大 然后我在思想的时候 见有一只公棉羊从西而来,变形全地脚不沾沉 这三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 这个公棉羊是指的希腊,希腊帝国 有一个非常的脚,这个脚是亚历山大 然后他是从西边而来,所以从希腊那边过来 来攻击这个公棉羊 然后他往我所看见,正在河边有双脚的公棉羊那里去 大发愤怒向他直闯 这个行军速度非常快 然后就来攻击这个公棉羊 那我见公棉羊就近公棉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 折断他的两脚,棉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将棉羊触倒在地,用脚践他 没有能救棉羊脱离他守的 这个是亚历山大,吉拜波斯末代君王大利乌三世的一幅图 这个是一个马赛克的图 这个是亚历山大 右边这个是大利乌 这是祖前的333年 所以刚开始,亚历山大才登基3年之后 他就已经征讨,剩了波斯 后来又打了一场,就把波斯整个给灭了 那这三羊,极其至高至大,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 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这大脚折断就是亚历山大,后来就暴毙 然后帝国就分成四个部分 大概亚历山大死后,大概20年 四个将领就把帝国瓜分为四份 一个是马其顿 第二个是瑟雷斯跟小雅西亚 然后黄色的部分就是叙利亚跟巴比伦 最后一个是埃及 这四个部分 他的将领分别是卡桑德、里希玛加 还有西流谷跟多利买 犹太帝在叙利亚跟埃及之间 所以这四个王跟犹太人,关系密切的 主要是西流谷跟多利买 所以西流谷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北方王 多利买被称为南方王 这两个国家,后来就陆续统治了犹太帝 那四脚之中,有一个脚就长出一个小脚 就是西流谷的后代,叫安提亚古士士 他就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向南是指的,他是埃及扩张 向东是讲的,他就像帕提亚,亚美尼亚 帕提亚是快到印度了 亚美尼亚是在高加索山那边 向荣美之地,是向犹太地,渐渐成为强大 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 原文就是天君,heavenly host 然后将一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 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 除掉长线给君的繁迹,毁坏君的圣所 而因罪过的缘故,有君旅和长线的繁迹交付他 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天象就是天君跟星宿,在这里可以指着神的圣名跟祭司 这些都被交在他手中,然后他就用脚践踏 在《诞义》8章24节说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愿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 所以他这边毁灭的是谁? 神的圣名,还有有能力的,可能是指祭司 天象之君就是讲,万君之耶和华 所以他就除掉了,献给耶和华的繁迹 还有毁坏耶和华的圣所 有罪过的缘故,有君旅 君旅就是host,跟天君是同一个字 跟长线的繁迹就交给他 所以他胜过圣名,毁坏神的圣所 这些他说是因为有罪过的缘故 所以这罪过的缘故,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 所以神就把这些钱交在预表敌基督的人的手中 这个小脚就是安提阿古四世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西流谷王朝,就是北方王的第八个君王 从祖前175年到164年 他自称是一匹法尼斯 意思就是神的显现 因为他以自己为希腊主神,宙师的化身 人却称他是一匹曼尼斯,就是狂人的意思 他的哥哥西流谷四世,被大臣所示之后 他就以幼主的监督人身份,向别加魔王借兵 杀了叛臣之后,自己却登基作王 他本来是在罗马做仁职 后来他们就换了一个仁职 他就可以回到他本国去了 再回到本国的路上,他就听到他哥哥被杀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跟别加魔王借兵 然后把叛臣给杀了 他本来是要起来作为摄政王 来监护他哥哥的两个儿子 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是登基作王 所以他本来是不合法的去登基的 他为了贯彻彻底的实施 希腊化,对犹太人就非常的残暴 意图消灭犹太的信仰 他掠夺圣殿的财物,毁坏耶路撒冷,亵渎圣殿 在祭坛上献猪,撒猪血,在殿中为宙师设立祭坛 废除在圣殿中的礼拜,与长献的凡祭 他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守节旗 禁止受割礼,为者就要处死 他焚烧旧约的精卷,时长精卷的一律处死 拒绝吃猪肉,或者偶像吃,祭肉的也一律处死 他用各样的言行,迫使犹太人要放弃信仰 有数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或者被犯为奴 有一位乡村的祭司,叫做马达提亚 他拒绝崇拜希腊的诸神 而且他杀了一名像偶像献祭的犹太人之后 他就跟自己的五个儿子逃到犹太的旷野 就掀起了马加比革命 他一家五个儿子,就陆续成为革命运动的首领 最后终于赢得了独立 然后代理,他说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 这除掉长线的烦气和私心毁坏的罪过 将圣所与君旅践踏的意向,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捷径 这个2300天,是怎么一回事?" 安提阿古世世,对圣所的亵渎 差不多是2300天 所以这个是当初,我们可以说是初步的应验 在安提阿古世世的时候 大概就是从祖前171年 哪一天,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算一算的话 应该是从9月7日开始 但是,这个文献我们不晓得 安提阿古世世在那天 他就指派非祭司家族的一个人 叫做米尼老为大祭司 如果从这天开始,圣殿被亵渎 一直到祖前165年的12月25日,这天是确定的 那时候是犹大马加比使圣殿恢复正常的敬拜 这当中就共计2300天,就是6年多的时间 所以这6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个预言 就是从安提阿古指派米尼老做大祭司 一直到马加比亚,恢复圣殿的敬拜 米尼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米尼老是尼西米仇敌亚门人多比亚的后裔 我们看《尼西米记》里面知道 有一个亚门人多比亚,一直跟尼西米作对 多比亚后来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 又跟犹太人联姻 所以米尼老是他的后裔 同时他又属于变亚敏之派 所以他这个是变亚敏之派跟多比亚结亲之后 他是后裔 他向安提阿古士士,就标下大祭司的职位 因为他跑去安提阿古士士那边说 他愿意出比现任大祭司更多的钱 给安提阿古士士 如果他委派他做大祭司的话 他愿意奉献出这么多钱 所以安提阿古士士就答应他了 就让他做大祭司 他当大祭司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掠夺圣殿的器皿 用来支付他会买大祭司职位的费用 然后后来他又亲自带领安提阿古进入圣所 再次掠夺圣殿的器皿跟珍宝作为安提阿古的军费 之后他又协助安提阿古将犹太教希腊化 引发了大迫害 激起马加比的独立革命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邮奸 就是专门做反叛自己神跟信仰还有民族的事情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后来我带你见了这个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 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就是加白烈 我又听见乌赖和两岸中有人声,这个是神的儿子 呼叫说,加白烈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 他就加白烈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来我就金黄浮浮在地 他对我说,人子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所以这个异象不是指关乎他那时候波斯国 或者说是将来的希腊国,没有 他说这个异象是关乎到末后的 所以跟我们是切成相关的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浮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 我要指示你脑露灵丸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再一次强调这是关乎末后的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棉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公森羊就是西利尼王,原文是亚丸 就是希腊 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 所以这个东边的波斯马代是公棉羊 西边的公棉羊是希腊王 然后波斯,波斯其实他们本来的象征就是绵羊 你看波斯的钱币,上面就是住的绵羊 希腊钱币上面住的是山羊 马其顿的钱币上面就是山羊 所以用绵羊跟山羊,比喻这两个国度 是非常切合真实情况的 然后亚历山大大帝,是怎么样一个人 主前338年的时候 马其顿王,腓利二世统一了希腊 之后过了两年,他就被赤身亡 那时候亚历山大,他儿子才20岁 就继任为马其顿王 然后5年之后,他25岁 就已经征服了埃及跟波斯 到了主前323年 他33岁的时候,就因为热病而暴毙 所以他在位,只不过是短短的13年 可是已经征服当时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了 亚历山大给近东带来文化上的统一 达1000年之久 因为他鼓励希腊的军士,在帝国的各地取妻生子 在各个地方就建立了希腊化的城市 使希腊的言语,语言跟希腊生活方式 就遍及当时的世界 所以这对后来的世界影响很大 同时也为福音的开展,就是铺下道路 以后传福音就很方便了 因为有相同的语言 所以这个是亚历山大那时候所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 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 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 面恶凶恶,能用双冠的炸鱼,他的权柄必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盛名 他用全数成就手中的轨迹,心理至高至大 在人坦然无悖的时候,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所以这些形容都是讲的安提阿古世事 这些特征都是预表末世的敌基督 所以从这些形容当中,我们可以去研究去判断 将来如果有敌基督的人物,候选人出现的话 可以跟这些形容做一个对照 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 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 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 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 我因这异象惊奇 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2300日的异象 虽然在马加比的时代初步应验 讲到说是从设立大祭司 一直到马加比解禁圣殿 经过2300天 但是在末后还要再次应验 只是他确实的意义要被封住 即使是但以理,他也不明白 所以这个异象会直到末世,才会被解开 因为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换句话说,当这个异象的意义被解开的时候 就意味末世已经来到了 我们看末后的这七年 有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 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解释 这个跟启示录要做一个对照 我们就得知道说,这七年当中 陆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有七个号 然后第七号的时候,就会产生复活 之后七个晚,然后最后基督再来 末后七年的后三年半 就是后面的这1260天 圣殿在这个阶段,肯定是被敌基督所玷污的 然后后来,再过30天之后 以色列人就全家回赶 这就是经过1290天 从中间点开始算 经过1290天之后,以色列就全家得救 如果以色列人全家得救 作为一个圣殿被洁净的时间点的话 从这一天往前推2300天 这就意味说,圣殿在末后七年开始之后的250天 就成为不洁了 所以他说,到了2300天之后,圣殿才洁净 末后七年开始之后 过了25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这一天开始算,圣殿算是不洁净呢?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这可能是圣殿的落成的日子 因为是敌基督协助建成的 所以从一开始,一落成就算不洁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有一个不合规定的大祭司 在这个时间点被任命 这就像当初一个繁民 米尼老被安提阿古士士,任命为大祭司 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当时初步的应验 跟末后的应验,做一个对照 那你会发现说,这两者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对应性 所以当第一个应验的事件 是因为一个大祭司,他的身份不合 不是祭司的家族 所以这个圣殿就成为不洁 我们可以猜想,当他末后应验,这个预言的时候 也是开始于有一个大祭司,身份是不合的 被立为大祭司 所以这个时的间点,可能是圣殿已经盖好了 但是,这时候任命了一个人 他的身份,不是属于祭司家族的 这样一来,这个人,被任命的大祭司 就很可能是协助敌基督的假先知 就好像是米尼老是协助安提阿古士士的一样 他在各方面,就帮助安提阿古,来亵渎圣殿 然后推行希腊化等等 所以,带来大逼迫 所以,米尼老就是安提阿古旁边,诅咒为虐的那个人 所以在这个末世,这个人可能就是假先知 只有假先知,他有权力在圣殿里面 搞一些什么偶像,搞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他是大祭司 所以,这些事情在他来做,是最方便的 所以,在末后,三年半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会有一个假先知的灵,从地里头上来 就是有一个像是羊,但声音像龙的一个兽 从地里上来,这是一个邪灵 从地里上来之后,就附在这个大祭司的身上 使他能够行大神迹 结果就迷惑了许多的选民 选民就是犹太人 所以,为什么选民会被迷惑? 因为这个人是大祭司 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 基督教的一个先知 犹太人还不太会受迷惑 但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圣殿里面的大祭司 犹太人圣殿的大祭司 他会行大神迹 这就把犹太人给迷惑了 有人预言,教宗是假先知 因为他是一个宗教领袖 敌基督是一个政治领袖 但是,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的话 这个教宗应该是代表大淫妇 因为大淫妇是讲到罗马天主教 所以,这个教宗是大淫妇的代表 可是在末后七年,到了最尾身的时候 这个大淫妇会被敌基督跟七个王吞吃跟焚烧 所以,这教宗也跟着一起遭殃 可是我们看到,假先知 却会存留到主再来 才跟敌基督一起被丢下硫磺火壶 所以,假先知就应该不是教宗了 因为他是属于另外派的 他不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 所以,这个假先知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 因为他被从地里头上来卖主的 这个犹大的灵所复 这个地是从,该被预表犹太地 另外,有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 海是代表外邦世界 所以,这个外邦世界的王 后来就是敌基督了 这个假先知,是从犹太地上来的 所以,他应该是个犹太人 有人说,从地里头上来的假先知的灵 就是卖主了犹大的灵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使徒行书》第一章25节里面提到说 犹大的话就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那个自己的地方是指什么呢? 照理说,他不是应该去到阴间吗?去到什么? 但是他讲到说,他自己的地方 好像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是为他预备的 位置是什么? 将来,他这个灵还会再上来,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就是假先知 这个是蛮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假先知就有可能是圣殿里面的大祭司 所以,他能够迷惑选民 所以,米尼老跟犹大一样 都是背叛神,背叛信仰的人 可以预表那位假先知 末后七年,是什么时候开始? 在一个秋天开始 之后,经过250天 那就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之间 所以,如果重建了圣殿 在六月间,被设立一个血统不合的大祭司 那就很可能是2300天预言应验的征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留意的时间点 另外,如果是以末后七年结束的那一天 算是圣所被洁净 那么,圣殿被算为不洁 就要提前一个月 因为以色列全家得救 跟末后七年结束相差30天 所以,如果你现在把圣所被洁净提前30天的话 七点也要往前推30天 那就是从末期开始之后,220天开始 也就是说,到了末期开始之后的第二年的五月 圣殿就会被污秽 这个五月差不多就是在五旬节的前后 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察的时间点 从这个预言当中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些观察,还有推论 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就要看看,那时候是不是真的这样发生 就知道了 最后我们看第九章 第九章,就是马代祖亚哈水鲁的儿子 大利乌立为迦勒底国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代以你从书上得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敏 论耶路撒冷荒凉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所以第九章,是在巴比伦已经被灭了 这时候是波斯国兴起,那是大利乌的元年 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被释放 但是七十年了,满了 所以,他一知道说 大利乌一知道说,神的时间到了 这时候,他就开始祷告 我便禁食,匹马蒙徽 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 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皆明的人 首约是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 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 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 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 先认罪 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 因得罪的你,都脸上蒙羞 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祂 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没有尊敬祂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承明的律法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你的话 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 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 祂使大灾祸临到我们 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 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向耶路撒冷所行的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祂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 我们并没有听从祂的话 主,我们的神啊,祢曾用大人的手,令祢的子民出埃及地 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的罪,做的恶 主啊,求祢按祢的大人大义 使祢的怒气和愤怒转离祢的臣耶路撒冷,就是祢的圣山 耶路撒冷和祢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 我们的神啊,现在求祢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索 我们的神啊,求祢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祢名下的臣 我们在祢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祢的大怜悯 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祢自己不要辞言 我的神啊,因这臣和这名,都是成为祢名下的 所以,但以祢为着他们自己的同胞百姓,认罪悔改 求神这时候施行怜悯,让他们可以得着释放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知名以色列的罪 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 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暗走在我身上 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 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倦爱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 但以理,他摸到神的心,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就为神的心意祷告 所以他在神面前大蒙倦爱,他是一个代祷者 为你本国知名和你的圣臣,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孽,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尽永逸 封住意象和欲言,并告至圣者 所以这里面讲到,非常重要的七十个七 你本国知名,就是以色列人,要止住罪过 他们的罪过到底什么时候止住? 然后要除尽罪恶,他们的罪恶什么时候除尽? 除尽罪孽,他们的罪孽什么时候除尽? 什么时候得到荣誉? 这就是末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 在这之前,以色列人,他们的罪过没有除去 即使主耶稣来了,他们的罪过都没有除去 他们的罪没有被赎禁,因为他们不认罪 所以真正他们的罪过止住,罪恶被除尽,罪孽被赎禁 是在末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 在那之前,但以你的一些异象跟预言,将会被封住 没有人能够了解 可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 被基督污秽的圣所,将会被截禁,会重新被高 所以他说,病高至圣所 有可能是,应该是犯成病高至圣所 不是病高至圣者,应该是病高至圣所 所以,这个就是圣所被截禁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九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成带毫都必重新建造 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有受高军 会有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 加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 为什么要拆成这两部分? 不了解 但是,合起来是六十九个七 有一本书,是安德森爵士所写的 叫做《要来的君王》 这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非常古典的一本书 它里面就解释这六十九个七 然后,从开始的时间点到结束的时间点 就非常的惊人 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这就是波斯王亚拉学西二十年,尼善越 尼善越,他没有讲哪一天 我们就以一号来代表 那时候,王就派尼西米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相当于什么时候? 就是祖前的445年的3月14号 这一天开始,出令重建耶路撒冷 然后,那个时候被赌归回的人 在犹大省遭大难受淋入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所以,他说这个地方 正在艰难的时候 艰难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 犹太人的处境非常的艰难 那时候,耶路撒冷会连接太豪,重新被建造 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 经过六十九个七 是经过多久? 就是经过六十九乘上七 就是经过483年 这一个七就是一个七年 六十九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年 就是483年 但是在圣经里面 圣经的预言里面 它每个月是算30天 你看启示录里面 它里面就是一个月,它是算30天 所以三年半的话,是1260天 是每一个月算30天 一年的话,就是360天 这样说来,486年的话 就是经过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 这样经过六十九个七之后 算一算,就是到了组后的32年4月6号 这个怎么算吧? 这个安德森爵士,他就很仔细的把它算出来了 我用AI去问他这个问题 结果他给我的算法 我一看就知道不对 因为他里面漏掉很多 润年该润的,他没有润 所以AI有时候不一定很准 另外有一个AI是微软的 那就比较准 他讲了32年的4月6号 不过他也是根据安德森爵士的结论 所以他们也是参考这个参考那个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时候可以上网去查一些资料 有时候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但是安德森爵士,他是这样算 到了组后32年的4月6号 我们看32年发生什么事 盖撒提笔留在位第15年 那是组后的28年 那个时候是本丢彼拉多做犹太巡抚等等 然后那时候是施洗约翰 就开始出来传道 所以施洗约翰是在主后28年开始服侍的 主耶稣就在施洗约翰那里就受洗 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28年底 或者是29年初 在那时候他就受禁了 然后经过三年半 在32年的一月节就受难了 所以32年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那时候主耶稣受难 4月6号 4月6号不就是差不多余月节那时候吗? 所以会不会就是 这个4月6号就是余月节呢? 我们看一下 根据安德森爵士的推算 主后32年的余月节 应该是在4月10号 为什么是4月10号? 这是根据后世西方教会 以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主日为复活节 这样推算而得到的结论 因为后世的西方教会 到底是要以哪一天为复活节呢? 就是争论不休 所以后来他们到最后就决定 用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 春分就是春天的开始 差不多是在3月19到21号之间 第一个满月 满月的话就讲到余月节 因为余月节是正月14号是阴历的 14、15都是满月的时候 所以他之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后的主日为复活节 所以跟犹太人的余月节往往是符合的 所以他就用这样子来算 就是应该是4月10号是余月节 4月10号是余月节 就是那天主耶稣定十字架 6号是什么日子? 你刚刚说算到6号 6号就是10号之前往前推几天 那天就应该是主耶稣骑驴进圣城的时候 所以有受高君 所以有受高君就是在主耶稣骑驴进圣城 那个时候他是以受高君王的姿态进入圣城 然后礼拜一就是咒诅无法果 礼拜二是讲论末日 礼拜三是最后的晚餐 礼拜四是定十字架 然后经过三天三夜,主耶稣复活 所以这个是当时主耶稣最后那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说,这个70个7里面 69个7居然精准到一天都不差 预言到主耶稣以受高者的身份进入圣城 主耶稣定十字架这些时间点 都预言出来了 然后接着他说,过了62个7 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从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这个受高者被剪除之后,就一无所有 然后有一王的名,这一王就是罗马太子提多 在主后70年的时候,来毁灭耶路撒冷跟圣殿 然后至终必有洪水沖没 然后一期之内,这就经过教会时代 最后这个期,是经过了很长久之后,才开始 中间跳过了教会时代 最后一期,就是最后末后的七年 所以末后的七年,就在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启示录里,我们只看到说是1260篇 都是看到三年半,三年半 但是末后有七年的大灾难,是在这个地方提到的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就是敌基督会跟多人结盟 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之席 一期之半,就在这一半 行毁坏的可真的如非而来 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灭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 所以在这一期之半,祭祀和贡献此期 那时候,敌基督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 最后一期结束的时候,敌基督大军就会被歼灭 这个就是最后所会发生的事情 好,欢迎到圣经典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 和下载PowerPoint.com